大量兒童排隊釣鹽水 場面40年未見 陳詩明在加拿大為自由民主努力 揭露中共招募尖端人才策略 美國派遣福特號前往地中海幫助以色列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10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我是王曉祥 提提大家 我們的節目除了在YouTube播出外 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網址在影片下方這個地方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在今天的節目正式開始之前 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評的保健品 三高代謝寶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 但健康不能等 三高問題越來越普遍 很多都是代謝問題 這款從台灣熱銷到美國的保健品 結合了多種天然精華 真正做到一加一大於三的效果 詳情請點擊下方連結 或者致電北美熱線電話 讓三高代謝寶幫助你邁向更健康的生活 最近中國多地傳出兒童醫院凌晨排長龍 吊鹽水的消息 甚至有老百姓說 場面是40年未見 但紀元10月9日引述一位知情人士指 最近到北京兒童醫院看病的孩子非常多 多數是中小學生 經常同時有幾百人吊鹽水 有些學校一個班出現十幾個學生發燒 這位消息人士說 自己一個屬人的孩子讀小學 高消已經6天 連續吊鹽水3天都不退燒 後來確診是肺炎和弱陽性 有北京市民說 兒童排隊吊鹽水的情況 是40年來未見過 北京晚報10月8日報道稱 至9月1日開學起 就開始出現大量兒童發燒的現象 家長周女士說 孩子先咳嗽和發燒 食藥都沒用 持續6天之後 孩子開始持續高消 最後醫院確診是重症肺炎 需要住院 除了北京之外 社交媒體上 各地都有網民爆料說 兒童醫院在凌晨人滿為患 例如 有天津人詢問 現在的小孩全部都咳嗽 兒童醫院都排隊 那是什麼新病毒呀 大人易扁圖體肿 還發高消 江蘇網民說 我對兒童醫院的釣鹽水現狀感到震驚 昨天去急診 還沒進到大門 就看到小孩整堆在釣鹽水 甚至沒有床位的家長 只能用露營拖車 讓小孩躺在裡面釣鹽水 大門裡面的家長 更是個個隻手拿著鹽水袋 上海網民說 孩子咳嗽三個禮拜都不好 帶去兒童醫院 一去到我就想走 全部都是哭鬧、嘔吐、咳嗽、發燒的小孩 呼吸科和釣鹽水區逼滿人 不僅是小朋友 家長也頻繁傳出被感染的消息 官方說 這一波是資源體肺炎感染 不過 民間擔憂是新冠病毒捲土重來 北京王女士最近就被感染 確診新冠陽性 她對大紀元說 現在北京疫情特別嚴重 症狀是流鼻涕、流眼淚、視力減退 甚至曾經有幾個小時看不到東西 鼻涕都大血 被之前讓了還要嚴重 在家裡睡7、8天 吃一大堆藥才好 山東支播的王女士出現類似症狀 我們全家4個人3個都羊了 我一開始流眼淚、視力減退 身體無力、想睡覺 我爸爸媽媽的症狀是特別疲 沒有氣力 我兒子就是流鼻涕、好像流感症狀 江蘇的一位網民說 當地幾間醫院的兒科只收大面積肺炎的病人 即使這樣 也已經有5至6個月一直是爆滿狀態 在美國的羅伊明醫生質疑說 新冠或流感肺炎導致醫院爆滿我相信 但資源體肺炎 真是懷疑是誤診 因為國外指南寫的是 即使得了資源體肺炎 絕大多數都會自己痊癒 兒童肺炎首選抗生素 不需要覆蓋資源體 羅伊明醫生問 所有兒童都測試了新冠核酸嗎? 湖南熱議人士陳思明日前 已經抵達加拿大溫哥華 已經獲得加拿大政治庇護 陳思明表示 最希望能夠儘快適應生活 找工作謀生 照顧好自己 就更有力量幫助文化活動 推倒中共極權專政 用了兩個星期時間 就到了自由世界 但他表示 心情放鬆卻也不能輕鬆 他一天24小時 除了吃飯睡覺 多數時間都讀聖經和英文 希望自己很快變得有能力 才能夠為中國民主運動做更多貢獻 他對自由亞洲說 希望在國內的朋友先保重好自己 等待機會 我們在國外能夠做什麼就做什麼 大家努力 為中國的自由民主 為中國的文明進步 一起努力 這次協助陳思明快速獲得加拿大 救助的是民主中國陣線副主席 盛雪 和民運人士戒立健 戒立健表示 陳思明到達自由之地 這是人權組織 以以人士自由人權接力的一個勝利 也是我們共同的勝利 陳思明因為人權活動 包括不忘六四屠殺 為潑墨女子、董耀琴婦女發聲 而履遭中共打壓 今年 他發現諸洲當局 要將他混入精神病院逼去 這促使他決定逃離中國 陳思明從7月起逃離中國 先後逃到老窩和泰國 9月22日 從曼谷搭機前往廣州 在台灣轉機時 向外界尋求幫助 戒立健對《大紀元》記者表示 政府要將陳思明混入精神病院逼去 這是很殘酷 他說 自己也曾經被精神病院逼去過 精神病院是一個人間煉獄 用各種藥物試驗 各種酷刑折磨 好像對小白鼠和動物一樣 對人的傷害是非常滅絕人性 另外 面對中國的逃亡潮 盛雪表示 這是從中共建政以來 一直沒有停止過 持續的這樣一個大潮 他說 中共一見證那個時候 很多人就開始逃亡 那個時候有逃港潮 70年代還是有逃亡的人 中共改革開放之後 很多人利用各種渠道和辦法 離開中國 因為在中共的殘酷迫害之下 受害人群很龐大 到了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 又是一波大的逃亡潮 很多人逃亡世界各地 這個之後逃亡潮並沒有結束 逃亡潮說起來很令人難過 一個十幾億人口的國家 受迫害群體越來越大 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走得掉 都能夠出得來 或者說 也有很多人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根本的解決之道 還在如何改變中國 一位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教授 日前在國會作證 介紹他拒絕中共代理人招募的經歷 並揭露了中共用各種招數 拉攏西方專家 攝取尖端技術的策略 美國官員提醒涉及犯罪行為 出生於香港的加拿大籍著名電腦科學家 馮潔明 研究範圍涵蓋人工智能 網絡安全和惡意軟件分析等領域 中共和他控制的國有企業 對他的研究產生了濃厚興趣 一家中國公司在五年前 開出高於他薪水三倍的報酬 給他擔任公司智能團隊的顧問 同時還繼續可以做麥基爾大學的教授 在8日 他接受新唐人採訪時表示 中共先用豐厚的出價吸引目標 當教授獲得資金之後 通常會開始擴大自己的團隊 一旦團隊依賴慷慨的資助 就會是他們想吊的時候 馮潔明表示 這個時候中共就會開始 提出不合理甚至涉及犯罪行為的要求 包括轉讓知識產權 獲取敏感數據 或者要求專家說一些不實的說話 馮潔明還透露 有很多中國學生 通過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 全額資助 到加拿大學習和參與研究 他們如果拒絕聽從中共的指示 就要退還獎學金 對此 台灣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李正修表示 台灣在高科技 特別是晶片研發全球領先 中共切圈套挖人才的案例 也不升梅舉 想當的教授也很慘 李正修說 剛剛開始很風光 因為可能給他一個不錯的位置 一個領導職位 然後優厚的報酬等等 但是等到你的才能被他們吸收完之後 就將你拋棄 但是麻煩就是在於 他回不了台灣 為什麼呢 因為他過去的這個紀錄 已經被同行同業所知道 中共的千人計劃 已經被啟明計劃取代 啟明計劃不公佈名單 招聘內容 也不出現在政府網站上 反常地低調 招聘的人才 大多數都曾經在美國頂尖大學學習過 並且最少擁有一個博士學位 另外 旅居澳洲的歷史學者李懸華警告說 一旦這些專家和學者的違法行為被發現 中共會毫不猶豫地捨摸殺類 今年4月 前哈佛大學教授 查爾斯利伯 查爾斯利伯 就因為隱瞞自己曾經參與中共的千人計劃 沒有申報大筆來自中國大學的款項 被美國法院判刑 2018年之前的10年內 中共通過千人計劃 招聘國外培養的精英科學家 一些科學家被指控 盜取美國的技術和知識產權 或在領取美國政府研究資助的情況下 母申報亦為中國服務 美國官員表示 在美國招募人才是合法的 但研究人員在接受美國政府研究資助的同時 沒有申報與中共機構的關係 則是犯罪行為 此前被披露受聘中共的海外專家 還有前埃麥理大學教授李曉剛 前維珍尼亞理工大學教授張以恆 前通用電器工程師鄭小青等 美國總統拜登週天8號宣布 已經為以色列軍隊提供了額外援助 未來幾天還將提供更多援助 白宮稱拜登總統向內塔尼亞胡承諾 哈馬斯恐怖分子 向以色列發動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襲擊 美國將盡力支持以色列政府和人民 拜登還強調 所有國家面對如此殘酷的暴行 必須團結起來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表示 美國最先進的核動力航母 傑拉爾德福特號為首的航母打擊群 將轉移到靠近以色列的地中海東部 巡洋艦諾曼蒂號、湯馬斯號、 哈德納號、拉馬幾號、卡尼號、 羅斯福號等驅逐艦伴徐福特號 美國也將擴大部署在這個區域的空軍 F-35、F-15、F-16、A-10戰鬥機中隊 奧斯丁還表示 第一批軍事援助將在今天開始運送 並將在未來幾天內抵達 美國政府將迅速向以色列軍隊 提供額外的裝備和資源 包括彈藥等 奧斯丁警告說 美國在全球範圍的駐軍都保持待命狀態 以在必要時加強威懾力量 美國是以色列的緊密盟友 以及主要軍火供應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星期日接受CNN訪問時表示 拜登總統指示 要我們提供以色列反擊哈馬斯所需要的一切 巴勒斯坦激進武裝哈馬斯 星期六 向以色列發動大規模突擊 造成雙方一千多人罹難 一名美國官員說 目前報告顯示 最少4名美國公民在襲擊中遇難 另外有7人失蹤下落不明 他表示 這些數字正在不斷變化 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 死亡或失蹤人員 都是美國和以色列雙重國籍的公民 以下請收看一組大陸新聞簡訊 首先是一條關於李嘉誠慶祝李光耀百歲名單訪談的消息 香港首富李嘉誠 在慶祝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百歲名單的訪談中 提到了香港經濟的困境 近期 港股持續下跌 成交量創至2018年12月28日以來的新低 上星期四、五日 成交額只有470億港元 對此 香港學者鍾劍華博士表示 李嘉誠的言辭 實際上表明了他對香港狀況的擔憂 同時也敲打了國內領導人的窩囊 他認為李嘉誠的話語中吻含了心意 暗示了今日特首和最高領導人的無力應對 下面是一則內蒙古發行債券的消息 內蒙古近日宣布 發行663億人民幣特殊債融資債券 以化解財政壓力和償還債務 這個舉措為了緩解地方政府財政黑洞的問題 確保不違約 隨著中共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下降 債務風險越發嚴峻 日前 國務院要求各地方政府解決企業賬款拖欠的問題 央企和國企也受到呼籲帶頭償還 內蒙古的債券發行 是新一輪肖級特殊債融資債券計劃的開端 目的是償還全量債務 最後是一條房地產消息 廣東慰州市政府採取強制整改措施 應對房地產市場陷入低價泥騰的局面 保利陽光城 備安價每平方米曾高達1萬7千元 舊單位二手市場價格是每平方米9千多元 現在售價降至每平方米7千8百元 引發購買者不滿 發展商被要求停業整改 已賣出的單位需要全額退款 網民批評 這是擾亂市場秩序 要求發展商停止減價 並賠償業主的損失 這件事反映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低迷 十一長假期間 35個代表城市的日軍成交面積下降了兩成左右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那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搖廣 數字幕 搖廣 數字幕 、 fu elbow Visa 懸 NF 左 左 右 感谢观看